这个是Michael是我亚马逊FBA绝境者课程里面的一个学生 然后他上个月他有做到24,000英镑的一个业绩 他因为他是在欧洲站在英国在卖的 所以说是英镑英镑24,000转化过来的话 差不多是应该9块钱少一点 对吧20万出头人民币 20万出头人民币的一个上个月的一个销量 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你的背景 怎么了解到亚马逊FBA的这些 大家好 我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学生 然后我了解到亚马逊FBA的话是在我读大二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深圳的公司来我们学校做宣讲 然后就了解到了亚马逊FBA这个行业 然后当时是想去尝试一下这个行业 自己想自主创业的在大学 但是由于学业的繁忙 然后就没去做 然后毕业之后还是选择了亚马逊FBA 你是在哪个哪里的学校 是在南昌那边吗 我是在南昌江西科技学院 你是今年刚毕业吗 对对对我7月份刚毕业 你怎么发现 你发现亚马逊FBA这个机会是因为一个公司来你们学校 就是我们专业的 然后很多公司来我们学校宣讲 那个关于亚马逊FBA的 然后你今年你做亚马逊大概多久了 亚马逊FBA 我实操了大概5个月左右 5个月 你因为你做的是一个英国站 是一个欧洲那边的一个英国站 能不能讲一下为什么你刚开始做英国站 不是做欧美的美国站 有什么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先上英国站的话 我是想在英国站上先试下错吗 因为英国站的市场的话小于美国 然后让试错的成本更小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英国站市场更小 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觉得你有尝试过美国站吗 还是直接一上来就做英国站 我是直接 我以前是在一家公司实习的 然后我就跳出来了 我在他们公司是帮他们公司送册的 你在那公司做了多久 公司的话 实习了6个月 然后就出来了 是在哪家公司 在南昌吗 对对对 在南昌 在南昌一家做独立站的公司 当时我一个人是在那做亚马逊 他们公司只有一个人分配做亚马逊 他们公司的总部是在厦门 然后把我一个人分配在南昌 但是现在这个店不是你自己的吧 然后你现在有这个你现在有在上班吗 还是在全职做一个亚马逊 我现在我今年打算的话帮家人然后打造工贸一体吧 上美国站 你家人是做什么的 我家人是做传统外贸的他们做做的还还行吧 他们做的做B2B的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有一个亚马逊FB这样一个生意 你才刚毕业 然后对你那个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善 有什么改变 你上个月已经卖的也不错 然后整个生意的发展都很不错 你觉得你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 生活方式的话就让我摆脱了996 然后获得了人生自由 财富自由先不说吧 因为刚刚起步嘛做生意 然后还要经历一个很大的过程 然后去慢慢的优化 然后然后慢慢的把它给做大 因为我在你朋友圈里 我也看到你喜欢那种 Noman那种生活对吧 带一台笔记本电脑 然后到处旅游可以做一个网上销售的一个生意 是吧 对对对 OK那你这个产品 你现在在英国占有多少个SKU啊 就30多个SKU 30多个SKU 对对对 呃是有主力分配的吗 是有其中一两个两三个卖的比较好 还是比较分散 就是一种产品 然后不同颜色 哦一种产品不同颜色 对对对 这30个都是不同的变体吗 还是 就是有4个链接 然后就是4种材质 4种材质 对 是对对对 OK 呃 那你现在是已经在亚马逊FB已经注册品牌了吗 有没有注册品牌 我已经注册品牌了 已经注册品牌 呃在亚马逊那边都已经品牌都已经录注啊怎么样了吗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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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那既然你现在就是生意也做得不错 你对你一个亚马逊FB有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打算 打算这个生意怎么做下去 我是打算做垂直内幕的就是做一些我产品周边的一些产品 然后打造一个品牌吧 就啊打造一个品牌 对 有没有想呃你现在单单只做的是英国站对吧 对对对 你德国啊那些国家有没有做还是只做英国 就只做了英国站只做了英国 对对对 OK 呃你是接下来是想移到美国吗 往往美国移还是说只是在英国 然后增加更多的类目 然后帮打造一个品牌是怎么样一个发展方向 你觉得 英国站我后期会交给我搭档来做 因为我自己要上英国站了 啊你有一个搭档 对对对 你做的是不是季节性产品还是一个全年可以卖的 因为我在我就是 啊 我我做的是一个全年性都可以卖的那种产品 对对如果刚开始的话 嗯 嗯刚开始的话我一直是建议的 啊什么 还当还带有一点刚需的那种性质 因为我也是建议如果说你刚开始的话肯定是全年可以卖的比较好而不是说 只要一个季节一个季节卖完了你要等到下一个季节 你可能还备很多货是吧 对对对那种的话要运营水平很很高 我我们才会去做季节产品我的感觉 对对呃还有你觉得呃你是欧洲战欧洲战你觉得欧洲的一个税务对你影响大吗 嗯 欧洲的税务对我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欧洲税务对你影响说不大的吗 嗯 你已经注册了VAT税号吗 对 已经注册了 让福 我常帮我搞定 那种东西 你的一个建议 就比如说你现在才刚开始5个月 才做亚马逊FBA 才刚开始5个月 你这个产品大概上了多久了 产品的话上了4个多月 产品上了4个多月了 然后你对一个 就你也做的亚马逊FBA不算久 你刚进来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然后现在你也说 让你的生活更加自由 你不用去刚毕业 就不用去996 不用去上班 然后你对很多新人 也想加入亚马逊FBA 特别是看我的视频的 我的关注者 他也想加入亚马逊FBA 然后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说要加入亚马逊FBA这个生意的 对他们一个 有什么分享 有什么建议 就对新人的话 就一开始的话 我是在网上楼自学 然后感觉自己学的东西不够系统 然后我就在当时是在YouTube上看到了你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就我当时犹豫了一天 我说要不要找个导师系统的学习一下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报名了 第二天就报名了 你加入你加入我课程好像也也有起码几个月了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一直在交流 我记得我们是一直在交流 OK 那 你看了你是加入我课程那么久 然后说如果你觉得能让你 如果你没有报我亚马逊FBA决定的课程 你觉得你能达到现在的一个成绩吗 到现在就是很多里面课程的一些理念 可能会更曲折吧 这一路上走过来 比现在的话 你在课程里面 课程里面也是一步一步的都有教你如何开展亚马逊FBA 同时你也一直有在问问题 我们也一直有在交流 是吧 对对对 那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也是这样 你对你未来对一个亚马逊FBA 对一个跨境电商 对一个线上的销售 对未来的有什么目标 有什么计划吗 就未来接下来这几年 或者说接下来三年 有什么计划 要达到要达到一个团队呢 还是你要在英国站达到 每个月5万英镑 然后10万英镑 或者说你要去跨到美国站 我的话我会搞个小团队 我后面的话 那我就开几个旗舰店吧 就关于家人的产品 关于你家人 你想做你家人的工厂的一个产品 对对对 你有没有调查过调查过你家人在亚马逊FBA上的一些产品 他们卖的怎么样 我调查了他们那些都是比较大的类目 竞争很强 因为我知道英国站和美国站很多产品 我在美国站上看到 它已经是卖的比较成熟了 市场比较大 但是我重新来到一个英国站 来到一个德国站来看的话 就是他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的 你觉得你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 说想加入一个欧洲 欧洲的市场 是的 那你现在还在车里 那我就不打扰你 那这个采访我们就结束 然后如果说接下来对亚马逊FBA课程感兴趣的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链接 在亚马逊FBA课程 我现在还是提供一个私人的辅导的 但是接下来如果学生越来越多的话 我辅导不过来的话 我就可能要顾老师 而不是说请我我自己来辅导 OK 那谢谢Michael 然后接受今天的一个采访 那这个采访就先到这里